向上钓鱼 由中国广播文工团马济赵延和说 对 是吧 暗吃酸的不吃咸的 是 暗吃甜的不吃辣的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 都有区别 我有一个爱好 你有什么爱好 钓鱼 这个很有雅士 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北京市钓鱼协会的副主席 这还是真的没错 真的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呢 因为到了新加坡之后 我看见海了 我就想起这个了 我们新加坡也有很多钓鱼爱好者 当然了 我真想有机会能跟大家切磋一下 这个钓鱼的技术 这个很讲究 我爱钓鱼啊 这是偶然的一个机会 学会的 您说说怎么回事 我住的那个家呀 有两边街坊 邻居 这邻居们 他们都喜欢钓鱼 爱钓鱼 每个礼拜天呢 他们出去钓鱼 总钓个五斤六斤的回来 还真不少 我太太非常羡慕 是吗 那天就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你看人家 过一个有意义的礼拜天 人去钓鱼 钓五六斤鱼 够全家大小吃好几顿的 你这个礼拜天怎么办 不是睡觉 就抽烟 要不就喝酒 你怎么不能跟人家学学呢 那是挑你的礼了 我一听我不高兴了 什么 钓鱼啊 我告诉你 我是不爱钓 要是想钓 我比他们钓得多 真的 你知道吗 我太太一听 那你明天去钓一下好不好 明天钓就钓 这有什么呀 来什么 今天给我准备好了 烙一张葱油饼 好不好 烙葱油饼干嘛 中国不回来了 拿它当午饭 这么给你 钓鱼 好 带着葱油饼 扛着鱼具 我就倒了一个池塘 那是淡水鱼了 其实我不会钓 我跟它吹牛呢 是 这个钓鱼有技术 你把钩拴好了 上次有一个斧子 拴在端上 底下钩好了石 放在水里上 放在水里 看着斧子就行了 这斧子往上动 咚咚咚咚 往上一拱 啪 你勾 这鱼就上来了 讲究技巧 这是火候问题 对 我哪懂这个呀 再加上我这性格 我急性子 到这吃糖了 哼有水了 有水就有鱼啊 有哪一种 啪 我扔不清醒了 走 啪 走 啪 走 你瞧 你这甩鞭子了 走 行了 我下去摸鱼 好 你是钓鱼还是摸鱼 一天白忙活了 一条鱼没见着 那怎么办呢 回家 回家之后我太太问我了 怎么样今天 成绩如何 瞧她怎么说 成绩如何 今天这鱼我没钓 我去晚了 是啊 十点钟才到 那一批鱼是九点二十 由这里过去 这鱼还分批呢 明天早点一点 早起一点 早起一点 我再去钓鱼去 明天还钓 那个什么 你给我烙两张猪油饼 怎么改两张了 一张不够吃的 两张葱油饼带好了之后 扛着鱼具 我又到另外一个池塘 到那个池塘 我想这个去行 这钓鱼的人不少 是吗 我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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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不行啊 根本没那个技术 也没那个耐心 又白去一天 你看看 回来之后 我太太又问我了 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这回怎么说 今天去的早 今天那一批鱼赶上了 赶上了 赶上了我没钓 为什么 我一看那批鱼 不鲜了 我没有钓 这鲜不鲜都能瞧得出来 等明天 明天明天个儿都大 我去钓 好吧 你给我烙三张醋油饼 又改三张了 我太太一边烙饼 一般说了 鱼一条没掉着 你的饭量长了 三张醋油饼 我先带着三张醋油饼 可能一句 我又去一个池塘 到这池塘之后 我一看 我还不懂这技术 钓了半天 我一看 没希望了 我走吧 我钓 走可是我不回家 那上哪儿 我到了菜市场了 上那儿干嘛 菜市场买几条 回去交任务就完了 我一看郑永卖 我鱼的 我说老板 这鱼多少钱一斤 两块五 两块五一斤 不贵 这什么 我要十斤 这多少 多少 十斤 我给您撑 放在撑上 我撑上 撑上要准确啊 不够快不行啊 十斤 这是十斤 您看看时间 时间够吗 时间够了 够什么了 再饶两条 你说这叫什么 我又拿了两条 倒在我的口袋 我一飞 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 刚一上楼 我就喊上了 喊什么呀 嚷什么呢 成鱼呀 这大丰收 我太第一天也高兴 拿出一个大塑料盆来 里面装上水 我把这口袋 往上一倒 这鱼呀 非常好啊 我太高兴了 哎哟 真是的 要这么多鱼 这鱼有五六斤吧 我说吧 五六斤 十斤 我还拿两条呢 把师傅说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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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